下面拿出配色的线 上面的这个部分 环形起针 勾十个短针在这个圈里面 一共勾十个短针 这一圈勾完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在每一个短针里面加一针 加完针之后 一共是二十个短针 第二圈勾完 一共是二十个短针 下面开始勾第三圈 隔一针加一针 加完针之后 一共是三十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 在第二针里面勾两个短针 隔一加一 在第一针里面 在第一针里面做个引拔针 下面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隔两针加一针 加完针之后 一共是四十个短针 先勾两个短针 先勾两个短针 在第三针里面 加一针 勾完第四圈 一共是四十个短针 下面的地 第四圈 第五圈和第六圈 不加不减的 共四十个短针 大家把它勾完 这里第六圈 勾完之后 大家留一段线 然后缝合 下面拿出这个 已经勾完的 散饼的地方 这里一共是四十个短针 这里也是四十个短针 大家把它这样 缝合起来 一针对应的一针 缝合起来 上面挑红色的两根辫子 下面的挑一根辫子就可以 这样挑两根 下面的挑这么一根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把它缝合到最后 还剩一点口的时候 带来看视频 这里我已经缝合到这里面 大家缝到这的时候 把这个填充棉这样塞在里面 如果大家喜欢 饱满一点的 可以多塞一点 如果喜欢这样平的 可以少放在里面一点 我只好想表达 再次衣服 我会饿了 我会讀你 我会讀你 再次衣服 我会讀到这里面 我们应该有始终里面 我会没有 我尝试你 我会议到这里面 我会议到这里面 这样继续把它缝合起来 这里缝合完成 然后大家再从里面藏几针 就可以把线剪掉 下面拿出这个白色的线来 我们开始缝这个蘑菇上面的小斑点 大家可以用这个双骨线 这样从里面入针 均匀的在上面缝几针就可以 我可以用这个双骨线 我可以用这个双骨线 这样缝起针之后把线从底下穿纸针 然后就可以剪掉了 那整个蘑菇就全部工智完成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可以用这个双骨线